观察小地图 时刻注意你要打的目标 观察他的走向 在过来的时候远程一刀消耗 再看他队友的距离 脱解了 那该我上了 消耗再到上 没状态只能叫2 2技能结束 他黑平了 切掉C位再回头 这个时候你要判断能不能打 打不了就要拖离战场 不然你看 3个队友再加上5 游戏就结束了 兵是守不掉的 要看人2-1消耗打野 他打他 他被迫出去 进来的貂蝉 他2技能结束之后 一刀他黑平了 绝境不代表绝望 看大招时间 这是我唯一守住的机会 没有急跑 不能被控制 大招把药往右边防御塔推 往下拉开距离左技能 注意龙坑进水晶位置 看药去点塔了 和我拉开距离 该我上了 2技能提速之后 把兵线往外推 清了一个龙 还有两个再接着推 诸葛复活了 安全了 回头1技能打药 他和我拉开位置 往孙兵方向顶被拉扯 但是我1技能马上好了 1技能 换掉两个 就算我黑平了 那家也守住了 走每一个方向 把视野往前拉一点点 看到了吗 这就是拉视野的好处 在他没有反应过来 之前给他1技能 被消耗之后的血量 诸葛大招直接收割 少了一个C位 那就果断牛了 先切 最好切的孙兵 再注意 第二次的2技能 跳之后再点 夏洛特 编露最客观意的英雄 想要单吃 你只能靠塔 所以 一直没有露视野 等他用技能 靠近塔的时候再推 提前露了视野 他多留一个技能 就算往塔下推 你也没有办法打 看曹操 往左边夹走 使塔下回复 他因为你撤退 突然回头 1技能把兵线往外推 他打他 想控你 往前往后顶 他继续打他 他没有办法从右边跑 只能往左边跑 可惜跑不掉 他黑平了 一局游戏 不一定要人头 才是秀 流散视野消失的地方 再往我的方向走 夏洛特 从后面封我的位置 而我看到的是 猴子和队友 再往上的方向感 所以直接开大 封他们往右边跑的位置 没有办法从右边跑 队友过来 结局已定了 支援判断 看中路位置 身上将被拉 他要撤 我就提前开大和急跑 时间不够 一速来冲 这一波 是不是刚刚好 突然发生了反战 第一时间拉地图看四眼 看一眼 你就知道 要不要过去支援 快要到的时候 你要看队友和对面状态 我快到了 鬼骨子直接先手上去 我一技能消耗 往右边 等跑起来 你再看这个二技能 往左边正退两张 辅助你管他做什么 转强